然后大概咱们有一百多多位同学 有大部分的同学 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都是有一点点绘画基础 有的我看有很多UI设计师 我觉得可能这个底子就还挺好的 然后虽然没有接过商稿 但是有这种设计的这种概念在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上手吧 然后咱们就大家一起通过这五次课来 把这个插画的这一条经脉再打一打 然后还有20多个同学是有接过商稿经历的 我觉得可能你们可以通过我的这些经验 可能会能更加深一下你们对商稿的理解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 然后还有大概可能三十三四十个同学是零基础的 我觉得也不用特别担心 就是不用担心什么跟不上什么的 我会告诉大家就是特别容易上手的办法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又像比如说有的同学会问 哎呀我没有什么透视基础啊 或者我没有什么素描基础啊 我能不能学会这个商业插画呢 我觉得这个回答肯定是肯定的 就是没有问题 就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商差本来就不是一个需要人物有准确结构 需要建筑物完全像速写一样 或者像那个油画或者什么 要画准确的这种概念 然后像觉得就是只要你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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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节课吧 我觉得可能就会有还还不错的提高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给大家总结的方法都属于那种比较比较简单 就把它概括了 就把比如说咱们下一节课就是讲人物 再下一节课讲植物和建筑和动物 其实他们都可以用同一种办法来解决他们 就把它们画出来 不一定非要是写实的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上咱们的第一课 第一课咱们主要的课程重点呢 是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主流商业插画的风格总览 第二个小点呢 就是插画风格的练习 然后咱们这次其实我想的是主要练扁平风格的 因为我接触过的 以我的经验接触过的商业插图 扁平风格还算比较多 但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有那种拓展性 非常强的一个插画的类别吧 就它虽然可以用版会来实现 但是它可能还比较容易上手 所以可能通过咱们这一节课 就可以大概把扁平风格给讲明白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作品包装 我觉得就是应该那个班主任给大家发的 那个课那个样机包装的那个PDF里面 也会有就是说那个好的 好的那个呈现 就是好的作品的呈现 除了你画的可能还不错 可能还有七分 就是三分靠你的画面的基础 然后还有七分是把这个画面怎么来表现出来 可能所以作品包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可能你画的你自己觉得没有那么满意 但是通过可能你把作品包装的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所以可能也会感觉 这个整个的这一套东西是成体系和专业的 这样的话也会让品牌方或甲方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怎么说就是 比较有抓人眼球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有它是有很多很大的可能性的 让让大家觉得就是你的插图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是通可以通过作品包装来实现 然后这节课的目标呢 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主流商业插画的风格 一些信息 然后对包装作品做到心里有数 就是什么样的包装作品是好的 然后我将来是要怎么来包装我的作品的 对主要就是这两方面 所以咱们先来讲主流商业插画的风格总览 第一个先给大家 在最粗的讲一下什么是商业插画 其实商业插画主要就是以商业为目的 然后绘制符合商品 然后品牌 并且吸引引导消费者 就是购买欲望的插图 就是商业插画 然后其实商业插画 为什么加上商业两个字 而不是单独的插画呢 它主要就是它要符合商业的预期 符合品牌方的预期 然后激起大家的那种购买欲 所以它的功能或作用 总的来说就是解决品牌方的问题 就是解决商业问题 然后他们的一般有的商业问题 主要是就是什么样的品牌方会找插图的这种形式 比如说插图会更新眼球 插图可以引起话题 然后刺激消费增加用户 就是通过插图的形式可以达到这些的诉求 然后所以这样的插画叫做商业插画的 然后我自己把商业插画分了这几大类 但实际上扁平风格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绿圈里的扁平风格和最后一个板会风格 其实是我感觉其实板会风格是包括扁平风格的 但是目前来说尤其是在互联网公司 扁平风格是特别常见的一个风格 所以我把它单拎出来说 然后扁平风格主要就是纯扁平的色块 然后略带一些机理 有的是没有带机理的 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案例 然后第二种就是手绘风格 手绘风格主要是书籍绘本 然后纸架上绘画纸上绘画是手绘的风格 但这个基本上在 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它可能主要会用在书籍的封面啊 然后书籍的内文配图 或者绘本会用的比较多 就是真是纯手绘用水彩水粉的这种形式来绘制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板会风格了 就是商业插画大概80% 我觉得都是板会风格的 然后它有比较块面结构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写实的板会 然后带黑色描边的 然后二次元的那种感觉 手游的还有什么中国风啊 然后这些都是板会风格可以做到的 所以咱们这次 昨天不是我的同学问 到底是我没有板子 那用iPad可不可以实现 其实iPad可能也算是板会风格的一种吧 但咱们这次的课程主要是用PS来实现 因为可能我会今天会给大家发一套我自己的笔刷 那个笔刷会装在PS里嘛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那一套笔刷 基本上我基本上所有的商业的单都会用到 就是基本上就那些就够用了 就其实大家不用特别迷信 就是说哎呀我一定要得到一个笔刷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笔刷特别特别次要 就是你的内容传达 然后你的色彩的传达 造型的传达会比笔刷重要的多 笔刷可能只是一个 怎么说加分项吧 它并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基本项 就是可能它可以把史画面会更精致一些 或者更 对主要是能更精致一些吧 然后能更有一些风格 更能体现自己的一些 传达自己的一些风格化的东西 但它并不是说哎我好像没有笔刷 我就画不出好的画来 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扁平风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的扁平风格是多用于互联网场景中 然后这个是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案例 然后这个是主要属于是纯扁平色块的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扁平风格 为什么有纯扁平色块和带机里的两种 就是这个是怎么判断的呢 可能有同学会问 那我到底是用纯扁平色块来画这个扁平风格的插图 Banner或者书籍封面 还是带一点点那个机里呢 就是带不带那些噪点呀之类的这些东西 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常理的一个回答 就是如果品牌方或者甲方给你的时间足够充裕 然后你对这个画面的要求足够高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上限时间值得你花更多的心思来做这个东西 这是第二点 那你就可以选到底我用纯扁平色块还是带点机里 基本上做完纯扁平色块这一步 你就可以你可以选择结束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更细致的图案 你可以再做一些机里上去 它是提高这个视觉精细度的一个非常有有效的一个办法 然后我给大家看的呈现的这四个这个这个封面 是知乎周刊 然后当时在知乎的时候 除了知乎周刊 还有什么知乎圆桌 然后还有言书什么的 就是每天的日常工作 每周的日常工作不止只有周刊这一个东西 但是周刊是以周为单位的 然后它需要特别快速的来产出 所以衡量时间就是刚才说的第一点 所以我选择了用纯扁平色块来表达 就是来表达就是来表达画面 就是没有加很多机里 因为时间上并不允许 然后大家各自的工作量什么就是 就工作强度呀 还有你手上的项目比较多的 然后也并没有很多的时间把它做的怎么样 就是要做的呀 好像跟电影海报似的 这完全没必要嘛 所以就我就选到了纯扁平色块 但那天有同学会问啊 那为什么现在的知乎周刊 插画感特别强 然后特精细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知乎的设计师很多 就是当时我们只有两个人在做所有知乎的东西 然后后来才增加到四个 然后可能会再精细一点 那肯定会跟你摊在平均日常手里的精力和时间有关系嘛 所以我当时选择的就是纯扁平色块 能表达出来 整个周刊的这一期的主题其实就够用了 对这是纯扁平色块 那略带机里的这个是 当时做的知人介绍所的banner 然后它也是多用于互联网场景中 然后机里基本上是以噪点呀 渐变呀等这种感觉来体现的 然后这个banner 我当时这个banner是 因为那一阵知乎正在推知人介绍所这个节目 所以就是 我本着这个原则 就本着这个还挺重要的 这么一个感受吧 所以慢慢做这个banner 所以头几期做的还都是 除了扁平里还带一些机里 但后期因为它量又上来了嘛 所以就做的就更偏扁平一点 所以就是选你到底加不加噪点呀 加不加渐变这些东西 其实主要是跟你的时间 以及这个banner到底有多重要有相关的 然后这个是当时给小航车做的 那个开屏和长途 然后因为开屏我觉得还比较重要的 因为好多那个用户都会看到嘛 就只要你用这个小航车 然后你打开你就会看到 所以它值得你下功夫来做这个事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小航车的长途也是 就是一个是它的受众的那个点击量会比较高 然后它所以它会要求你可能更精细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它给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当时做这个做得比较精细 所以用了噪点的这些这种感觉来做 但其实扁平风格大家整体看下来 还是偏比较简单吧 就是整个画面风格比较简单 它还是靠那个怎么说搭配 颜色搭配什么的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然后这个是H5 然后H5其实不管是扁平风格 加不加噪点 其实就和那个时间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大了 可能这个H5一般做H5主要就是客户的要求 就是它可能会给你个明确的需求 就是说我就要偏扁平 但是带噪点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我接这个H5 是讲的是一个杀毒软件 好像是腾讯的一个杀毒软件 所以当时一个木马软件之类的 然后所以他们要求就是要这种 带一点点这种酷酷的 然后红蓝搭配 因为它的那个软件的APP的那个主色 是好像是蓝色 还是它那个logo是蓝色 所以就是蓝红搭配来做 然后用那种噪点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H5下的功夫还比较大 然后所以噪点啊什么的 那种渐变的感觉会比较充分 然后手绘风格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它主要是用于线下实体产品比较多 然后绘本力比较多 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授权到封面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它在就是咱们的商业 尤其是互联网这一大头上会用的比较少 因为手绘的修改成本太高了 就是我画完了 我没法按Ctrl 我没法Ctrl Z 把它返回上一步 我画错了就是画错了 或者我修改我就重新画一张 所以它的那个试错成本非常低 对所以就是我画错我就得再画一张 画错了就得再画一张 所以手绘基本上商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商业露出 手绘的东西是很少的 可能有会模仿手绘的那种笔刷的上插 但是很少有就是真正用手绘来画的东西 所以咱们这个手绘风格 咱们一带而过就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画的练习 但它有可能性嘛 就是它可以用在书籍封面里 书籍的内文封面可能会授权用 但是内文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然后它就是那个 儿童的绘本 绘本类会比较多用手绘 尤其是国外的作者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那个国外作者的 国外的编辑出版社 他们改稿会比较少 就他们不会就是说虐作者 然后他们会比较尊重作者的那种 这种创作初衷 它不会有疯狂修改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可能绘本的那个 就最绘本用那种手绘的风格来画 会比较出彩吧 它还没有那么商业性 没有那么强 它艺术性会更强一些 然后板会风格就很多了呀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给知乎做的开评 然后它分不同的主题 然后基本上在banner上啊 开评啊 产品包装 书籍配图等任何方面都会有板会风格来出来 但是板会风格其实你通过 不管是机理的这种布置 笔刷的这种边缘的那种感受 你都可以感觉出来它还是有温度的 它会比那个矢量的更有温度吧 就是因为它它边缘部分 你放大一点 咱们这么看 它边缘部分会更有那种 那种小的那种小质感 就那种 我觉得这种小质感 可以体现出那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所以板会风格是非常热门的一种风格 就它既可以满足商业需求 它又可以表达那种品牌的那种感受 以及作者自己的感受 还有作者自己的那个个性吧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管是在商业上 还是在自己的表达上 它都会有很多的可能性 然后这个是给那个 跟天猫那边 一个是就是品牌合作来做的 然后做的好像做的是那个荣耀手机和 那个香飘飘奶茶和 肢解油 Miss Candy一个肢解油的合作 也是特别板会的那种感受 就是我日常的风格 然后其实茶话师最开心的就是 你的风格被认可 然后被品牌方看重 然后它会尊重你 要按照你自己的风格来画 而不是说 哎我找好小好 画一个谁谁谁的 照着那个张图的感觉来 它会尊照你说 哎我喜欢你的画呢 你这风格特别适合我们品牌呢 这个是让茶话师最开心的事 然后这个是给那个Martini做的那个酒 做的H5和调慢 对也是板会 然后也用到了 像那种小噪点的那种那种质感 然后对那个是H5和调慢 然后这个是做了一个 这两个都是长卷 然后上面这个是咖啡的 然后下面那个是茶叶的 茶叶和饮品的 这是两个 然后上面这个大概是长 好像是长5米吧 高1米 然后下面这个那就更长 长17米 我记得是长17米 高大概1米5左右 然后挺开心的 然后这两个都实现在线下了 然后打了特别大的墙画 然后和那个贴在玻璃上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是能做这么大型的画 这是线下的一个应用的举例 然后还有板会 就是我画了一些关于情绪的 然后最后被授权给出版社 来专门做 跟一个作者合作来配他的文 配他的文了 所以也还挺开心的 就是板会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和线下的书籍啊 什么的这种合作的 不管是做封面还是做内文 然后这些也是关于线下的书籍的合作 然后有封面的 有内文的 然后这些是线下的一些产品的合作 有那个包装 然后日历 玩具的包装 还有本子的封面什么的 然后还挺开心的 就是自己的东西被用在线下 我觉得可能在我 我自己的成就感来说 线下的实现会比线上更开心 因为线上一般像 互联网这种 它就一阵 就像比如刚才咱们 大家看到那个天猫 那些就是 那个热度过去了 好像去年的某一个天猫 某一场活动过去了 它就 这个东西物料就下掉了 但是像这些东西 到现在那个刘汉山 知乎刘汉山的那个店 还在卖那个 刘汉山的香水 所以这个就是 这种线下的插图的寿命 商插的寿命会 很持续很长 所以我觉得线下可能 带给我的成就感会更高一些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然后板绘风格 还有这种带黑边的 也是板绘 这也是其中风格的一种 然后大家其实 我自己画图 带黑边的比较少 图虫这个 又紧右边 这个四格和这个海豹 是我画的 但是大家如果真的 你喜欢这种风格 其实也可以尝试 就是在咱们的作业里 不管什么地方 可以用起来 我觉得我不 我不会限制大家说 哎呀 你们上我的课 一定要画成我这样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风格 也很好看 就是 可能我自己不擅长 我觉得我没人画的好 所以我会 选我自己擅长的方向 但是如果有的同学 很喜欢这种风格 那就坚持它 然后这些 其实我都没有涉及到 这些都是我在网上 找到的其他作者的图 比如说有 二次元啊 像手游那种感觉的啊 然后中国风 然后动画的那种感觉 日漫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 其实线上线下用的 也特别多 然后像B站的那个 Logo吧 那两个形象 其实我觉得还挺 挺有特点的 它是一个 二次元的那种 感受的两个小姑娘 然后这些 其实就有点 商业广告啊 或者那个游戏的海报啊 或者什么地方 用的比较多了 然后其实 现在中国风好像流行 还挺盛行的吧 因为苹果好像 是不是去年的那个 今年的那个海报 都是那个 泥传镜画的 就是中国风的那种感觉 它也是带一点点 可能苗边的 不管是黑色苗边 还是金色苗边 还是什么颜色 红色苗边 但它是带苗边 那种感觉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就挺不一样的 然后也挺 让人耳目一新的那种 然后所以商业插画 大家看完这些 会不会觉得 商业插画的现状 还是挺乐观的 它会有巨大的潜力 然后它主要 其实商业插画的成本 是比较低的 在品牌方来看 它时间成本比较低 其实就是一个人 一个品牌方的运营 或者谁 对接一个插画师 然后投入人力成本 比较少 然后时间 可能就一个插画师 来现稿 然后修改 然后上色 修改 然后最后定稿 其实就是一个 一张图的一个成本 然后但是视觉成精彩 视觉呈现的那个精彩度 和创造力 都是无限的 因为你可以把人飞上天 你可以把 把人浅到水里 这些 这都可以通过 你的画笔来实现 而不是像 比如说 摄影 如果是摄影 或者拍MV 什么的 他就会 你要么就要用C机 要么就要 你怎么说 就是他会 成本会非常高 他会要一个团队 来做这个事 但是商业插画呢 他成本比较低 他只需要一个人 一支笔 就可以完成这些事了 但是他的回报 又很高嘛 对吧 他不管是点击率 转化率 新增用户 口碑这些 他都会 不比摄影差 对吧 你看现在 尤其现在 像动画 像最近特别热的 那个哪吒 好像 我听 好像都 二三 三四十亿了 是吧 他真的是有 很大潜力的 你要是画了一个 哪吒的 那个海报 那好诈呀 是不是 所以 商业插画现状 他的成本低 但是回报高 所以我觉得 会有越来越多的 品牌方选择 以插画的形式 来为他们的 品牌发声 所以这方面 也是特别乐观的 然后 商业插画的受众呢 一般是 一般就是 普通的消费者 然后其实 一般的消费者的 审美水平和 接受程度 决定了商业插画的 设计者 在选用插画的 风格时候 就不能随心所欲 然后要针对 特定的消费群体 有选择 合适的插画风格 就比如说 合适插画风格 不仅仅 包括造型 能造型之类的 可能也跟颜色 什么的 是非常相关的 然后针对特定的 产品 然后或者某一个 事件之类 或者服务 然后选择合适的 插画风格 突出商品的属性 然后 引起 大家的共鸣 可能这就是 商业插画的 一个目的吧 对 所以 做到这个的 能做到这一点的 插画师 应该都是非常 厉害的插画师 其实他不能 简简单单 叫做插画师了 他可能是 叫商业插画设计师了 我觉得他可能 他把自己 作为一个设计的人 在帮这个品牌 做设计 对 实际上 他拿的画笔 他其实就是 一个 一个 怎么说 一个设计师的鼠标吧 就他 他要为品牌 来传达品牌的调性 而不是传达自己的 感受 可能这样的插画师 是具备成熟能力的插画师的 所以 接到上面一个 是什么样的插画师 是成熟的插画师 是具备很好素质的插画师呢 就这六点 然后第一个是 对插画有热爱 然后具备 基本的艺术素养 然后第二是 对品牌敏感 这特别重要 对品牌敏感 可以快速抓住品牌 调性进行创作 第三个就是 对设计有认知 如何 知道如何配合设计 把自己的画面传达的准确 然后传达的有效 第四就是 掌握不同的绘画软件 和绘画手法 所以昨天咱们也说了 就是说 我一般 AI用的少 但也会用 但是 AI 大家建议 大家也可以学一学 因为用的 用它画画的时候 其实跟 PS的操作 非常非常近似 对 所以 就是钢笔工具嘛 所以 它可以画矢量 画的很好用 所以 可以学一学AI 然后第五 就是懂得发现生活 然后 把生活里的 不管脑洞啊 还有什么东西 都可以记录在 你自己的画面中 然后第六 就是对潮流的把控度 和对市场的了解度 对 这些都是一个成熟 插画师具备的素质 然后 所以在你在画 商业插画的时候 要时刻提醒自己 插画的场景是在哪 比如说是 广告 线上 线下 还是强贴 还是 线下的这些 什么包装袋 什么书籍封面 还是书籍内文之类的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然后品牌方的目的是什么 多打了一个字 品牌方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要 用插画来表达 然后第三个就是 评估合适的创作 风格和内容 对 这个是主要是 你在画 街商业插画的时候 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 然后 时下最流行的插画风格 咱们说快点 一个就是 形态夸张 几个感特别强 就他没有特别具象的人 比如说像 腰身呀 胳膊呀 腿 腿肚子呀 什么的 这些都画得很清楚 并没有 并没有这样 就他就是 能把话说清楚 说明白 然后传达品牌的 这种感受就很好 就就就合格 就就很厉害 然后人物形态是夸张的 然后挤核感特别强 就脑袋可能就用圆来表示 然后四条腿就可能像四个棍棍一样 然后鼻子可能就是个三角形 然后颜色是特别能吸引大家的眼球的 然后还有就是 展现某一个场景的频率特别高 然后像植物花朵的出现频率特别高 比如说像化妆品品牌 像包装纸 然后像 茶叶呀 咖啡呀 他们都很喜欢用植物来表达 植物和人的关系 就是一般的商业插画 对 除了展现场景 植物花朵 它基本上会出现人的形象 所以大家 咱们下次课就是 带着大家画人嘛 所以人这块 一定要可以多练 多练一下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商业插画 我见过的 很少有不画人的 基本上我接触的没有 都是会画小人在上面的 然后还有一些适合的 夸张和巧思 也是商业插画 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就是它是 它可以实现摄影 在我拍的时候 如果我不辟图的话 达不到的那些效果 比如说你看 大家可以看 就是像最左边这个 就是从书籍 或者什么iPad里面 或手机里面 飘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像这种 日常是拍不到的 这个是想象出来的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思考的一个脑洞 然后还有就是 上面这些人物的 形体的变形啊 然后他们周围的 这些小线条啊 什么的这些 然后还有下面这TED 就是这些人拿着TED 特别有那种TED演讲 然后那种观众的那种 参与感那种感觉 所以就特专业 然后第四个就是 你看大家看最右边 这个就是大小的变化 就是我一个盆栽 我可以画很大 我把小人画很小 像这种东西 它的视觉冲击力 都会比较强 而且会看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会觉得很有趣 对 所以流行的参化风格 其实无非就是 这些季合感强 颜色吸睛 然后展现某一个场景 或者植物啊 人啊 花朵啊 这些出现的频率 特别高 因为品牌需要 这种温暖的调性嘛 然后还有就是脑洞 特别大 就是脑洞大 也是商差的一个 特别容易实现 和非常巧妙的 一个地方 然后给大家举一些 有一些 嗯 那个 呃 就是风格 自己风格的插画师 第一个层次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就他画的东西 一看 可能一看 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的 男 男 男性插画师画的东西 就是非常细腻 然后颜色很克制 就没有 那种 呃 就是看完他的图 就感觉静静的 那种感觉 就虽然他用红色 然后用绿色 但他用的颜色 饱和度都没有那么高 就是都不是那种 壮色的那种感觉 而是就是那种 我可以静下心来 读一读他画的那种感觉 然后 呃 利斯克 他跟陈俊 就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的颜色的 饱和度会比陈俊高 然后但是 他的人物的那种 呃 状态啊 还有他的那些植物啊 什么的 然后包括手的那种描绘 都会感觉 诶 几何感特别强 就是 脑袋可能就是个圆 然后胳膊就是一个 条条 就像面条 似的那种感觉 然后像植物 就是那个 一坨一坨的那种 运步式 就是说 大家那种特写实的 那种东西 然后颜色也比较偏 一看是个女性插画师吧 就偏艳丽 但是特别能抓住人的那种感受 对 他也有很多巧思在里面 然后第三个是反太戏 大家应该也很清楚 但是但是 他是有反差的嘛 他是 他是一个男性插画师 但大家可以看到 他画面的那种 调性 都是很 怎么说 很 很 很少女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颜色 整个色系都特别温暖 我觉得可能 他这么受品牌 青睐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有 他的那种温暖的那种感受 是传递的特别透彻 不管是麦当劳 还是OFO 他都会传递那种 那种小幸福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很惬意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截了一个 他在战裤上的图 整个 整个他的插画的调性 都很那个 嗯 怎么说 都很 都很暖 都是发暖的 就很少有一个 有一个那种 呃 亮蓝色呀 什么的会出现的 就那种科技感很强的 那种亮蓝色呀 或者 某一个深 某一个亮绿色呀 很少很少 他看他用的绿色 基本上是那种 饱和度比较 不高 然后明度稍微高一些 稍微有点灰度的那种绿 然后 粉色用的比较多 黄色 红色用的比较多 然后这是国外的插画石 它的颜色就是一种 黄黄绿绿的这种感觉 但是你一眼就能记住它 也是有点那种 饱和度不高 但是有点灰灰的 有点高级的那种 高级灰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插画石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画人画的所有的侧面 它都是小鼻子的那种衔接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其实你发情换了 肤色换了 你就能看出是这个插画石画的 他特别有自己的特点 就是人物的肢体 然后面部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所有的侧面 都是那种 都是他要的那种 尖尖的鼻子 然后颜色也偏清新 偏明快的那种感受 这些都是板会 不是手会 然后这个是我找的 不知名作者 我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 可能他那个脚底下 那是他的签名 然后这些也是他 笔触的感受啊 然后中间那个一褶的感受 然后还有紧右边这个 在勾 什么时候勾边 勾红色的边 不勾红色的边 他都会总结出 自己的那种小风格出来 不同的插画石 然后这个也是 你看 紧右边这四个人的 笔子的造型 都是小萝卜一样 然后中间的这张 韩国的这个海豹 就是脑袋很小 然后胳膊长长的 然后身体大大的那种 就是不同的插画石都可能 都会总结出自己喜欢的那一套感觉来 对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到大家的评论 然后我给大家今天PVT里所有的 就除了那个手绘那一 所有的都是板绘的 他如果就是像手绘 就是他好像是模仿 就是刻意模仿手绘的那种感觉 但都是板绘的 所以有辨识度的风格 总结来说 大家看下来是什么 鲁猫 鲁猫 鲁猫没网上放 因为我觉得够了 就是差不多了 然后 所以有辨识度风格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人物形态 是有辨识度的 一个是颜色 是有辨识度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 有一个点 可能一个插画师 喜欢怎么画 它会有辨识度 所以这三点结合起来 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 你自己的插图风格 所以从商业插画的角度 可以分析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 我自己在网上随便找的一些插图 我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啊 然后首先 这两张的感觉就是 颜色 就是 尤其是右边那张 颜色超级杂乱 是不是 就是感觉呀 没有一个规范 就是 我就 这个裤子为什么是粉色呀 电脑为什么一个红 一个黄 然后植物为什么 那坨就是粉色 然后还出一个蓝 这边又出一个绿 就是完全没有张法 可能 可能这个颜色就会 有问题 因为它没有一个倾向性 然后它 就很 很 然后搭配的不是很好看 然后像左边这个 我说的颜色 主要指的是那种渐变的感觉 这种渐变感觉 其实有点 老气了吧 就是有点像那个 七八十年代的那种 那种 那种 那种插图的感受 就是 它虽然它 就是你可能你把那个 这些渐变 然后那个 那种一层一层 那种阴影的感觉去掉 让它更扁平一些 可能这张画会舒服很多 但是它现在的感觉就是 这个叶子下面有一个阴影 然后叶子下面有一个阴影 然后这叶子又 这些叶子又是一些渐变 所以就感觉也很奇怪 有点 有点土土的 对 所以就还挺 怎么说呀 就是挺 那个 嗯 就是 嗯 怎么 反正就是 就是很奇怪 就是很奇怪 可能大家不要 就是说 不要参考 就是说我要画渐变 然后叠 还要叠一个这种阴影的 这种感觉 就千万不要这么画 然后 如果画一张画的颜色 要有克制 你可以想想曾俊 就是它颜色是很克制的 要像右边这种 哎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电脑也不一样 鼠标也不一样 键盘也不一样 这是想干嘛呢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主要出在形态上 然后颜色主要也是这种 渐变的那种感觉 像那个 呃 左边那大牡丹 大牡丹 我觉得实在是 实在是 嗯 没有办法 说什么嘛 就是 明明可以画的 还挺费功夫的 看着画还挺费时间的 但是 最后出来效果图图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人物的感觉 就是 因为可能 能看出这 这个画这个画的作者 可能基础不是很好 所以 它基础 在基础不好的情况下 又在画人结构 所以就容易 非常容易画不准 那还不如 我就 我就愣画成 这个中间 这个韩国海报这样 这个 这可能基础也没有那么好 但它看着就会比 这个舒服很多 因为这个 它是用几何形态 来概括这个 手 然后有适当的夸张 它会就觉得舒服一些 但是 这个呢 这个就会感觉 哎 这个一看就是基础不好 把这个基础不好的 这个缺点暴露无遗 然后这个主要是颜色问题 就是这个 我画 我放了一个左边右边 这两张对比 我觉得右边这个 颜色是OK的 然后那左边这个颜色 就会 很奇怪 就如果其实把左边 这个扁平的这个 人站在一堆建筑中间的 这个颜色 调整成右边这个 我觉得都还能加很多分 就比如说 左边这个 就是人的衣服的颜色 为什么和后面那些背景 融在一起了呀 那那我衣服 融在一起了 那就很奇怪啊 这个人就整个 跳脱不出来了 然后衣服又用了 红荒蓝 就很奇怪的一个 嗯 怎么说 幼儿级的配色吧 所以就 嗯 就还有点奇怪 然后那个 嗯 放在建筑上的那些植物 又是那种 有点脏的绿色 和那个蓝色搭配起来 又 不是很OK 所以 颜色会出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上面 但是右 右边这张 在海边拉琴的这个 就会好很多嘛 就是它会 它是一张还 还不错的插图 但是左边这个 就不敢恭维了 然后这个 其实主要是 有两个点 我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这个 这个图我不觉得 它画的不好 但是有 嗯 它的优点 就是它有辨识度 就是你看到这个图 你就知道 诶 你就可能 可能你就可以对应到 某一个作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颜色 它颜色用的太生猛了 就是尤其是这种粉色 这种亮蓝色的搭配 我觉得过于生猛 它 它如果 我是品牌方的话 我会觉得它的受众面 会比较窄 就比如说 我是网易云音乐 我可能不会找 这样的插画师 来给我画商稿 因为 因为整个这个 这个作者的风格 是特别有点 我觉得可能抖音 有可能会找 会找它 因为它整个的配色呀 那种感受是很抖音 就是很那种 蓝红的那种 饱和度很高的 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网易云 或者虾米之类的 他们 他们绝对不会考虑它嘛 因为 它会显得 很不 很和他们的 品牌很不搭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在 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 我可以 怎么说 就是 自己 大家在做 不管是 练习啊 还是什么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 个性 可以有 但可以在 可以在自己的练习里有 但是要注意配色的 这种感受 就尽量还是 往温暖里走 大家可以看到 这六张图 这五张图 整个给人的感觉 不是那种 温温暖暖的 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 回忆一下 那个刚才那一瓶 范泰西的 和这个 那如果你是品牌方 你会选哪个呢 你可能会选那个 温暖感更强的 那种感觉吧 然后咱们 讲完了 商差 然后对比了这些 稍微有一些 小问题的图 咱们来做一个练习 其实练习 主要就是练扁平风格吧 然后我可以把 那个 今天课后 那个 班主任就会把 这个 小好 工具预设 就是这里面是笔刷 给大家 然后 可能 可能 大部分同学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没有 接触过什么是工具预设 然后工具预设 主要是这么用的 就是 怎么来载入 载入这些笔刷啊 然后 比如说点 窗口 然后 有一个工具预设的 这一个功能 然后 如果是 你没有载入这个笔刷的时候 它这是空的 应该是空的 还是可能会有几个基础的 它 自己的东西 然后你点这个 三个横线 然后点 呃 载入 工具预设 然后把你存的那个 这个东西 打开 然后作为工具 加载 它就载入 进来了 然后 这些 工具预设 这个工具预设 比如说 我 我想 我剪一个画纸 我想选 这个画笔工具 它就是这个画笔工具了 然后工具预设的功能呢 是比如说 它可以存下这个画笔的 我会用这个画笔工具预设的 这种画笔工具预设的